踩着气球 给你的风 看遍所有微笑的星空 整个星期 天下的你环游世界 你住上天使一样出现 记忆满足我一直幻想 你的眼睛是星系 星际一样就占入现 你不担心 好幸运 也许生命中注定 孙凤是一个很好的八道 没了 这个好字你知道吗就很多 你还要把这个好字拆开来 可以吗 有 记好 然后 好 行了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 然后 有信 然后还有天赋 好好 然后可爱 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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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好 手都不够了 又不过我来说吗 哈哈哈 怎么回事 嗯 就也这个很好玩他 哈哈哈 对 你也没了 对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出生天使地上出生 记忆满足我一直幻想 他不是你的一刻 你生了之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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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你去看日不落 披上我的刺耳朵 带你寻有我部落 叹起我的小月 起来 You don't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Go 我 我 也想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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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我 他 我 我 他 越来越顺利了 就是随着就是那个时间的推进 大家拍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比较意想不到的 就是越来越默契 对 第一宠爱之后拍摄的东西比较短 第二宠爱会有盲月 就是我整个戏看的时候 就拍的过程的时候 我都没怎么看 没有人看 因为也是一直虚焦的 这个戏其实十个一年多再见面再拍 其实就像郑有心和晨晨一样 虽然说两个人熟络得很快 但也是一个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彼此 然后就跟电影里面一样 就是去了解彼此 拍摄起来就是了解默契的事